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个疑问 当天谢霆锋非常认真地给予了否认 你的问题她都热了 她最热了 其实真的要很认真地说 这个电影是跟《沙拉风》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我也不喜欢从综艺节目演变成电影的播入 这个内容反正是100%新的 所以才找到那么多的主创们 还有幕后的老师们去一直研发这个剧本出来 我们光是大景别啊 造型啊 什么都花了好多的心思 是一个完成新的东西 不然就我有积极 有摘心 就完成教杀的风味 对 我会这样 去与汽霆锋透露啊 自己一开始呢 以为只是做做样子 弄四五个菜就可以了 谁知道开拍之后呢 才知道自己要重新学习十几道冲锡菜式 难度相当大 不过同组的演员来说 可是饱了不少口福哦 做的那个红烧肉 哎呀 真的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做了一下 等一下 你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那个红烧肉给你的印象 弹牙 入口即化 这样标准的词一定要有 然后我记得那个肉拿出来的时候 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就是油油腻腻的那种呢 它是那种 就偏玫瑰色 然后就是淡粉 那个 因为是南乳 不是红烧 所以是玫瑰色的 你还帮我取了一个名叫什么 玫瑰什么旺旺 对 然后吃到嘴里就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反正我那么觉得啊 我的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风哥他端 他忽然端过来一大盘苹果拍苹果塔 然后是现烤的 现做的 然后酸酸甜甜 然后又很松脆 大家吃完都这样不觉得好 却了解《决战时辰》将于大年初一上映 除了当天到场的几位主演之外 还有咱们的喜剧大师葛优老师助阵 他在戏里饰演的是谢霆锋的师傅 对于怎么可以请到葛大爷来演的 著名经纪人霍问希开玩笑说靠的是贵球 我这是贵球的 这是贵球吗 是贵球的 是贵球的 是贵球的